秦觉伟顺 秦是秦职 离开或者不高兴的 或者是称心如意的 没有 没有就正常的 也没有欢喜 也没有怨恨 别人送饮食来 过去黎明南老去死 我们在一起神年 老人家慈悲 一定要 他做了点心什么东西 吃东西 他一定是当他命吃完 欢喜 他一定有毒 做的人不知道 并不是害老师 他真是粗心大意 老师一尝味道就晓得 不要去 吃了晚上 马上就拿解药 他是老中医 他懂的 所以他随便带着解药 妙计了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了 所以 在日常生活当中 别人又供养 又来对待 有有善心的 有有无意的 那我们统统 那我们统统结束 统统用一个最好的心态 把它转变成 秦绘为顺 这个境界后 这个境界就是 不受外托境界感染 自己 自己 对于外面的境界 平常要关控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希望的 就离开 尾顺了 尾顺是我们的感受 尾顺是不好的感受 顺是快乐的感受 没有 没有尾顺 一切正常 还是把佛号抓住 佛号没有间断 尾顺 统统放下 海贤做到了 你看都是 没有什么欢喜的 什么高兴的 没有 通通平等 见啥都欢喜 见啥都高兴 顺境 也高兴 逆境 也高兴 好事 高兴 坏事 也高兴 完全不受外境 干扰 这功夫 好 值得我们 学习 学习 那会俗之说呢 这些 中道是相义 会俗 日本 精宗大德 经宗大德 诸宿 是他好啊 菩萨 有 我们念活的人 中道 就是阿弥陀佛 心中有阿弥陀佛 就是安住在真道 除阿弥陀佛之外 一切顺利 境界 全都放下 都不忍住 就对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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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